这条题目有四个数字给我们 分别是P、Q、2P-1overQ和2Q-1overP 发觉这四个数字有对称关系 也就是P和Q倒转位的话 我们得出来都是这四个数字 既然我们今次见到的题目是与对称有关系的话 我们一般见到与对称有关的数字的做法都是这样子 首先我们有两个数字 这两个未知数分别就是P和Q 我们首先就会切 P这个数字是大个或者等于Q的 由于对称的 到迟些就可能会有风水轮流转 但是我们一般都会倾向用这种方法 就可以简化这条题目做少很多东西 我们如果有这种关系的人 然后我们就可以讨论一下 剩下这两个数字 例如我们有2Q-1overP 由于它是整数 我们可以缩证一下它的范围 那么这些东西呢 它当然小时候就是2QoverP 由于这些东西 两个东西怎么说呢 P和Q都是要取正数 所以这个减完1之后 是会小过2Q的 然后呢 这些东西 由于它们两个最小的值 我当它是可以拿1 所以这个东西最大最大呢 那么 只可以是2 就是这样 那么既然是这种情况的话呢 那么 我们 就知道这一个分数呢 最大只可以取2 那么由于它又要是一个整数的关系呢 那么所以这一块东西 它只可以取1 那么 跟着我们就是这样 用这种方法 就夹了一个等式出来的 那么所以呢 我们有这一条式 2Q-1 那么overP等于1 也就是这条东西呢 就等于P了 那么 而是这呢 那么我们又可以继续去化解的 那么将这一条式呢 我们刚刚就用了这一个分数 就是第四个的 那么 然后呢 我们就将它代入到第三个了 那么 那么第三个分数呢 我们有 2P-1 overQ 那么 也就是可以将P10 在这个位置 那么 那么 这个东西也就是等于 2乘以2Q-1 那么 那么 这个东西再减1 那么 那整理一下呢 这个东西就会出现 4-3 overQ 那么 那么我们有一个 这样的等式 那么 这个等式 又是因为它是需要 整数的关系呢 那么 所以呢 呢 Q 这个东西呢 那就可以 一定要是一个 给3 整除到的数 不是 3 可以整除到Q Anyway 那么 这个分数呢 出到来一定要是一个整数的 那Q 可以取的值呢 就只有1 和3 那么 又或者 负1 负3 那么 那 但是呢 题目呢 就 constraint了 Q 是大过1的 那么 既然大过1的话 正负1都不对 那么 负3 又不对 那么 Q呢 就 正是这样夹 就夹完 就只可以等于 正3 那 既然Q等于 正3 那么 塞回去这个部分的话 那么 P 我们就会计到 P 就等于 正5 那么 一个正3 一个正5 那么这一条题目 它要我们找 P加Q 是什么 那么理所当然 P加Q 就是等于 正8 就是这样子